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在罗马出席论坛时表示 意大利已经正式向中国传达 将要退出双方2019年在罗马所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 因为一带一路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意之间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在2024年3月到期 所以必须在今年底之前决定是否要延长合约期限 然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去年上台前就曾表示 前任政府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是个严重错误 似乎早就预告不再想要延长合约 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会员之中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 根据路透报导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最近几天已经收到意大利的通知信 被告知不会续签一带一路 不过双方至今都尚未发表任何官方说明 当时在新闻会计中心 宋和报导